房价高涨的时代 内政部宣布说推出了新住宅政策的三支箭 其中这内容就包括了租金的补贴 以及房贷补贴 甚至还有青年购物 可是现在16号才要上路 怎么已经引爆了争议了呢 原来就是因为很多人说 这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还有立委就举例说 政府先前不是有一个300亿的租金补贴吗 现在有成效都还看不到 可是先看国内的房租 八年来已经涨了8.7% 就怀疑说这一次的政策是不是在大撒币 全台房价居高不下 内政部端政策牛肉要推住房政策三支箭 民众吃得到吗 先细看这三支箭大方向 租金补贴放宽适用对象 年龄从20降到18岁 免赴房东及房屋证明随到随办 房贷补贴给名下仅有一户自用住宅的人 而且设牌付条款 每月定额直接拨款 青年购物协助获得购物的第一桶金 我每个月差个几千块 好像可以买房子 又好像不能买的 他就可能比较有动力 这要看补住多少吧 主要是现在房价很贵 大家都买不起 像我之前还很年轻的时候 常常去看那什么青年补住贷款 可是看了都好像自己都没资格 民众新生大多还是买不起 因为细节如何执行才是重点 尤其看回现有政策 每年虽有300亿租金补贴 但过去有租屋族跟房东提出要申请 却被房东威胁要涨房租 更谎论这两年双北房价飙涨 两房总价至少都在2000万以上 目前眼里中的房贷补助 却只针对总价1800万以下的房子 根本看得到吃不到 买不起根本问题没解决 也有建商不会言 补贴是撒币政策 补贴多少补贴几年 未来都是政府裁员的一个洞 尤其目前房价最大问题在于缺供缺料 政府住宅三支箭利益良善 但对民众而言 射中靶心的才是好见 东森财经新闻 张博翔 叶子晶台北报导 燃烧热血棒球魂 棒球经典赛看东森